HELLO 你好 我是Cissi 那最近許多網友都在問我說 可不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懷孕時候的食譜 那我今天帶給你的就是這個南瓜粥 它的營養成分非常的多 而且可以很有效的預防潤唇紋 也可以幫助消化 那你問我的原因我想說很有可能就是 你或者是你的親孟好友懷孕了 那在這裡呢我也恭喜你喔 懷孕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過程 雖然說有時候在就是這個懷著大肚子 然後很累啊很疲倦的時候呢 真的有一點辛苦 不過最後呢你會得到一個非常可愛 非常天真的小寶寶 很舒服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呢趕快開始吧 首先在這個鍋子裡面我們加進來六杯水 然後這裡呢我有一杯米飯 我已經放在這個水裡面泡了半個小時了 那現在呢我就把它放到鍋子裡 好我們先用大火一直把這個鍋裡面的水呢給煮開 然後轉小火再繼續煮十分鐘 這個時候我們放進來一杯的這個南瓜 然後我們也是給它煮二十分鐘 那時不時的話呢我們給它攪拌一下 不然的話呢這個米飯很容易連鍋 好的最後呢我們這邊有一湯匙的這個枸杞 我們把它放進來來攪拌一下 煮大概一分鐘的時間就夠了 好啦今天的食譜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今天這個粥呢就是非常簡單的做 只有少許的食材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吃 不只是這個懷孕的女士 小孩子啊老人啊都可以吃 我家的那個小傢伙呢 她說十個月以後就很愛喝粥了 我做給她各式各樣的粥 三文魚粥啊南瓜粥啊 對她很喜歡吃南瓜 因為南瓜有那種甜甜的味道嘛 而且很有營養 對她身體很好 好的那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吃的懷孕食譜是哪一道 跟我們一起分享 也別忘了訂閱按讚 我們下個星期見喔 那現在我要嚐我的粥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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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